特別長24米和5米 在西部城市帕斯西南對開2500公里海域 和早前推測馬航客機的飛行路線 即是南面走廊最遠的地方吻合 不過暫時還未確定到漂浮物是否跟馬航客機有關 目前已經有多架飛機去到那個海域搜索 但那裏能見到低 天氣不穩定 加上水深去到幾千米 妨礙搜索 目前還未找到那些漂浮物 估計要幾天才有結果 而在美軍P8海神巡邏機上的美國廣播公司記者說 雷達監測到現場海域裏面有體積較大的物體 不過美國廣播公司隨後引述海軍說 雷達所監測到的和馬航客機無關 有專家分析 那些漂浮物屬於失蹤客機的機會不大 可能是路過的貨船 跌了部分貨物 正協助搜索的中國海軍調整搜救計劃 趕赴發現漂浮物的海域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澳洲總理阿博特通電話 說會擇成中方有關部門全力搜救 雖然難度大 但只要有一線希望都會盡百分百努力 無線電視機者劉偉軒報道